好 这位由3D电视以及多家媒体共同举办的负责的辩论会 即将在下午2点登场 那可以看到现场呢 其实已经聚集了大批的媒体在门口守候 就是要等待三名的候选人抵达 那稍早呢 两位的副手人选已经到了 最早到的是12点10分 抵达的民进党的肖美琴 肖美琴呢 她是身穿深蓝色的西装外套 搭配黑色的西装长裤 看起来相当的正式 那也带着战猫的口罩 另外呢 她也被大家问到说 她的感冒好一点了没 那对这一次的辩论有没有信心 肖美琴是说有信心 那也可以听得出来 她的声音是比较小一点的 而且还是有一点沙哑 那我们带你来看一下稍早的画面 那可以听到肖美琴呢 她是跟大家说她是有信心 那手不断的比出了二号的手势 那紧急的就进入会场 那在之后12点35分左右民众党的吴欣怡 她也抵达了会场这边 那她是身穿一全身的紫色的裙装 那剩下赵少康还没抵达 那稍后辩论会这边有最新的现场状况 我们也继续为您掌握 祝货 祝货 谢谢大家